我们继续来讲针研,讲到第十九章 我们看到第三部分,就是十五到二十五节 这里讲到愚昧的行为,包括懒惰和受教 我们就来看读经,经文结构和约节 这里讲到懒惰和如何去管教 我们就一口气从第十五节开始到尾 懒惰令人沉睡,下一代的人必受饥饿 紧守戒命的保存生命,兴忽纪录的必至死亡 年文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 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尝还 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以任得他死亡 暴露的人必受刑罚,你如果救他必须再救 你要听劝教,受训悔,令到你终究有智慧 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酬算才能立定 施行仁慈的,令人爱慕,同人强于讲大话的 经威耶和华的就是得着生命 他必行狗知足,不遭祸患 懒爱人放手在盆子里面,就是向口撤回 他也不肯 边打舌万人,如梦人必掌见识 责备明哲人,他就明白知识 若待父亲,踢出母亲的,就是宜收自欲之子 我而不可听了教训,而又偏离知识的言语 匪徒做见证,欺笑公平,恶人的口吞下罪孽 刑罚是为舌万人而准备的 边打是为愚昧人的背而准备的 其实在第十五和十四节都提到这个懒惰的 就是说懒惰令人沉睡,没离精神 必然是会贫穷挨饿的 而贫穷人懒散到一个程度 是连手从盆子里面缩回来都不肯 举手之路仿佛是有千斤重 铺一护鲁的人,也是人的罪声 要用管教来除去他的 十八节 要管教儿子,要趁着还有机会 儿子上年幼的时候就要快点交道 因为到了一定年纪就没有机会了 如果是不管教孩子,任得他死的话 就是放任他死的 当然管教也要拿捏适当的程度 也不能太过分的 如果是接受管教,将来有机会成为智慧人 可见智慧不是天分 而是从不断学习和坚持真理而来的 领受了管教就应当照着遵行 如果是不遵行的话 比没有听见真理的人就更加惨 这里也都提醒我们不可以停止学习 我们对真理,对神的话语是不可以停止学习的 管教的方式随着对象不同 应该有所调整 对愚昧人是要扎打 也都要赞成,是要凝罚 这样对聪明人是用提醒就可以了 其实这一段也提到要有对人的恋爱 第十七节 怜悯贫穷的人就是将钱借给神 当然神一定不会争取我们任何东西 这里也再强调就是神必然报答 第十二节 施行仁慈必被人的爱慕 第十二节 人心多有计谋 唯有耶和华的囚算才能立定 人的心里有很多计谋 但是耶和华的囚算必然暂立得住 一直以来 在我们理解这两句圣经的时候 经常都会降低了人而来的计谋 和囚算的重要性 因为根据这个经文 不论人是怎样囚划和计谋 最后其实都是耶和华的指引 和囚算才能够解决 这样人还有什么好去计划 去谋划的呢? 不过当我们读到一段经文的时候就说 恩勤囚惑的足智风雨 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 其实这里讲的计谋 和囚算 恩勤囚惑 这些字 人心多有计谋 这个计谋 和恩勤囚惑的囚惑 其实都是同一个字 意思就是要有想法 计划 目的 策略等等 而在第21节当中 耶和华的囚算 才能够立定的这个囚算 却不是和词别的两个字是相同的 因为这个里面的囚算 就是包括了 有它的忠谷 商议 勸告 意见 企图 打算等等 而这样看来 人的囚算和计谋 并不是多余的 因为人 因为神给了人有自由的意志 让人是要自发主动的来亲近神的 这个也是神的心意和目的 但是关于 关于 在于人的囚算 是满足神 还是满足自己 如果人的囚算是手结心清 不向虚妄 起誓不怀诡诈的 行为正直 做事公义 心里算实话的 怎样 耶和华神 就会令到他 或者 这样走下去的话 脚步 就得要 堅固 结实 一步 一脚人 神会亲自 为这样的筹画 来背书 令到他得以建立的 如果人的囚算是充满了 骄傲 狂妄 并且恶道 并且 还有一个乖谋的口 这样自然也被神做了憎户 自然也谈不上 神会令到这种计谋得以建立 所以 如果一个人的心里面有很多计谋 而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很多计谋都是好的 包括公平正义的 祷神喜悦的 当中也有不好的 有弯曲的 不祷神喜悦的 当这个人 将这个好的 不好的计谋 都是怀着敬畏 尊主为大的心里 呈现给在神面前的时候 耶华自然都会从中 来囚算 包括了他的忠谷 他的劝告 和他的愿意 意见 意图 让祷神喜悦的那一面 的计谋 浮出水面 让祷神喜悦的计谋 来立定 反过来说 如果一个人 是不敬畏神 不认识神的话 纵使他有很多计谋 但是他和神是没关系的 神 即使给了他忠谷和建议 他又不听取 看似他的计谋 亦都会得逞 但是 亦都在神的安排和掌权下 因为耶华所做的 各式其容 就是连恶人 都有为禍患的日志所做 其实这个 都是在神的囚算 在他的企图 和他的打算里面 去立定的 中观上面来说 并不是说 人不好 自己去囚算继谋 这样其实是相当消极的 如果真的这样的话 人就会没有了自由意志 这个并不是神所要的 否则神做一大堆 没有自由意志的机器 就行了 而是说 人要有自己的计谋和囚算 但是人的想法 都要以认识神为前提 是要以 究竟是不是土神的喜悦为标准 究竟是不是荣耀神 作为决定的因素 计谋和囚算 并不是一个贬义词 就好像钱财本身也不是贬义词 但是贪才才是贬义词 人的心里面发出 怎样的计谋和囚算 这个是需要省察和分辨的 这样看来 人的囚算也是符合神的心意 既是人的想法 同时也是神所喜悦 这个肯定是一个美好的光景 所以大兄姊妹 让我们一起去走天路 谦卑顺服 让我们囚算讨神喜悦 让神来糾正坚固 立定我们的脚步 神是应当清肿的 哈利路亚阿们 在诗篇139篇里面说 神啊 求你监察我 知道我的心思 事念我 知道我的意念 在我里面有没有恶行 引导我去走永生的道路 好了 这个第19章 就先讲到这里 之后仍然会继续讲 这个针研的 接着就是第20章 就讲清晰清醒分辨的智慧 好了 今次就讲这个愚昧的行为 就先讲到这里 好了 祝福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